印包边境的降级仪式 是全球唯一有两个国家同时进行并且每天都有的仪式 这应该是全球最搞笑的国家社交仪式 在正式开始之前 不断有人从巴基斯坦那边大包小包的过进印度 现场也有很多卖爆米花卖小吃的人 我也买了个冰淇淋 价格挺公道的 不载游客 最靠近边境线的黄金观赏围 是安排给外国人的 就这么一小坨 大概要能坐一两百个人吧 那一大片全是印度人 现在灵魂人物出场了 他可不只是棋手 更是一个优秀的现场DJ 女性观众们可以自告奋勇去排队会舞国旗 现在算是拉开了序幕 他们跑一圈就回去 换下一波 印度跟巴基斯坦两国的边境都有观众席 我站在印度这边入车 感觉要比巴基斯坦大那么十几倍 印度的建筑也更有歧视 巴基斯坦这边还是惊悄悄的 没什么动静 印度这边已经很high了 观众开始跳舞 还叫我一起跳 所以现在的镜头抖动的不行 挥舞国旗的志愿者肯定是太多了 所以排在后面了没机会出场 巴基斯坦那边也终于派了一个军人出来跳舞 不停地转圈圈 注意看他只有一条腿 这两边的气氛对比 我感觉印度先是在狂欢 而巴基斯坦那边却有些悲壮 通常果然是没机会归国起来 于是干脆把人缺分出来 让他们跳舞 印度这边完全变成了一个大舞池 现场已经还翻天了 巴基斯坦那边仍然有人大包小包的过境印度 不过印度这边全场都没有看到人去巴基斯坦 现在的音乐也奔上了夜店飞 这位身穿国旗绿服装的独腿军人 换着场地表演 继续卖力地转圈圈 说真的 一条腿这么不停地转 难度应该很大的 因为印度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非常微妙 所以边境县每天下午5点钟的降级仪式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搞笑旅游景点 就我个人的感受 像是参加了一场恩惠节 男女军人护育着国旗出城 这两个军人的装弹特别酷 标志性的机关帽也正式出城 他们的军装看起来也不止这么正经 这批上这么滑稽夸张的机关帽 整个仪式翻得极了 DJ正在搞和气氛 努比的动作先对还算温柔 最后也会高台腿一两下子 两个的军队军营 开始卖力地进行高台腿比赛 男兵的动作还是显得更雄作一些 注意看对面的巴基斯坦 这两兵的舞蹈 配合完成度实在太高了 集体操练 还是很有气势的 他们的表演带有强烈的风格化 从形式到肢体动作 再到眼神 两边都是一群元素 舞蹈一样的仪式动作 浮夸滑稽 但又不是严肃紧张 也就更显得搞笑 双方士兵处理地握手 他们有没有互相敲对方 我就不知道了 一人都很就跳舞 这很硬度吧 跳舞演员各自相互撤身 为双方的军人腾出位置 开始正式降齐了 为了美观 绳子还被拉成了45度角 还要交叉呢 要说他们 从来没有一起排练过 我怎么都不会信 现在两国国旗 正习头一致地温下降 这场精心变排的表演 就要结束了 这么欢迎的演出 居然是完全免费了 还没看够呢 就上场了 layered下红衩 就是 我来不尽